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获得许可 作为高端手机芯片行业的龙头 事前高通也坐不住了 开始申请对华为出售高端芯片 华为的手机业务或将迎来转机 据外媒报道 10月5日 高通发布的2020财年第四季财季报显示 当季 高通实现83亿美元营收 同比大增73% 净利润30亿美元 同比暴增485% 高通之所以交出亮眼的财报 与华为贡献分不开关系 此前 高通就对美国政府发出市场警告 称限制出货会导致高通让出价格80亿美元到国外市场 而美国政府以华为和高通之间存在交易纠纷为由 拒绝授予高通许可 结果 高通与华为迅速在技术方面达成和解 华为借此获得了高通5G专利技术的长期性全球许可 在财报公布后 高通CEO莫科伦夫表示 高通已经向美国官方申请向华为出售芯片的许可 如果获得出口许可证 这将对高通的业务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不过 目前还未收到任何回应 这对于华为的核心手机业务而言 无疑是一个重大转机 由于无法获得高端手机芯片供应 华为的手机市场份额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目前在手机芯片厂商里 高通的手机芯片各方面调效驾轻就熟 性能卓越 广受厂商们的认可 有望成为华为后续旗舰产品处理器的首选 对此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表示 高通一直是华为的重要合作伙伴 过去十几年 华为一直在采购高通芯片 而一旦他们获得美国许可 华为愿意使用高通芯片 除了高通外 台积电也在积极行动 目的也是实现自由出货 根据供应链的消息 台积电美国建厂已经有了最新进展 目前已经选定了厂长 预计将在2021年祸土动工 另外 由于台积电在美建厂前期 曾与美国政府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协调性 其中提到了要求资金补贴的问题 但从目前来看 并没有相关补贴消息的出现 所以分歧预测 台积电可能没有要补贴 而是要自由出货华为的许可 甚至是申请更大范围的出货 可以说 无论是高通的第二次申请许可 还是台积电的积极行动 台积电可能没有要补贴 而是要自由出货华为的许可 甚至是申请更大范围的出货 可以说 无论是高通的二次申请许可 还是台积电的积极行动 争取更大范围的自由出货 这对于华为而言都是好事 如今 美国内部面临着总统大选的紧张局势 内外对于恢复经济 和平外交的呼声都比较强烈 之前美国政府的很多举措都引起众多舆论 特别是在科技有国界方面 遭到了全球科研人员的一致抨击 事实上 高通申请向华为供应芯片 不是看上华为庞大的手机业务 还可能与当前芯片行业竞争格局 发生快速变换有关 长期以来 中国手机厂商 主要都向高通和联发科采购手机芯片 因此美国芯片业赚得盆满钵满 比如高通2019年48%的收入来自于中国市场 但是 由于美国调整芯片的出口规则 许多手机厂商可能转向采购多元化供应策略 高通的行业地位面临挑战 据韩媒的最新报道 韩国三星表示 手机处理器的技术获得了中国厂商的认可 三星旗下猎户座系列的处理器 将从明年开始向中国智能手机厂商出货 包括OPPO 威尔和小米等厂商 后期将视情况供应高端手机芯片 报道还提到 三星将中国手机客户作为重点发力方向 如今已成功参与VO的供应链 年内还将其供应5纳米制成的高端手机芯片 猎户座1080 耶内人士称 猎户座1080的性能强于高通旗舰处理器骁龙865 有耶内人士表示 三星或许将会凭借自己在晶圆工厂上的优势 快速地扩张市场 甚至可能不惜以降价来取得市场上的优势 而高通的芯片几乎都依赖于台积电的代工 但目前台积电的产能已经被各大厂商锁定 且台积电的代工价格并不便宜 如果三星决心以价格的方式来抢占市场率 高通将面临更大的竞争 但对于国内的手机市场来说 这并不是一个换消息 也许将成为5G芯片降价的契机 三星手机虽然在中国市场上风光泊载 但三星供应链对中国智能手机厂商的影响 仍然是非常深入的 多年来 三星依靠旗下的高端OLED面板 存储芯片等零部件 赚取了大量的利润 对于一部5G手机来说 芯片和面板几乎是最大的成本 而三星没有理由放过这部分市场 换而言之 包括高通等在内的美国芯片厂商 正面临着潜在的业务损失风险 此前 国际半导体协会就曾发出警告 在美国限制芯片出口之下 芯片行业的损失规模已达到1700亿美元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 最近美国态度发生转移 允许放开一些供应商向华为供货 虽然美国改口 但无论如何 恐怕都很难改变 终其未来实现芯片自给自足的决心 在美国宣布最严厉禁止之际 于成东曾公开表示 限制华为芯片受伤的不仅仅是华为 届时将如打开潘多拉摩盒 全行业都将受到影响 而如今AMD、英特尔、三星、索尼 豪威科技后 台积电、高通也表态 看来于成东的话果然应验了 华为好消息皆宠而至 正是这些企业无法忍受 失去华为这一大客户才出现的结果 目前 华为的处境实际上已经在发生本质上的好转 中国整个科技界包括国家力量 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的短板 并意识到了发展半导体技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所以 虽然麒麟停下了 但是华为没停下 中国科技更是开启了动员 如果说五年后中国半导体产业能够跟美国分庭抗敌 甚至已经能望其向背 我觉得届时我们都会感激美国在近两年对华为的制裁与打击 对中国科技界的制裁与打击 正是因为美方不留余地的制裁 才让我们又一次被唤醒 在这两年之前 中国科技新鲜力量崛起 其实已经有浮躁的风气盛行 那时候的繁华更像是空中楼阁 但是作为局中人的我们却乐在其中 正是在这个时空 美国强硬地给中国企业泼了一盆带着冰渣子的冷水 我们虽然受伤不轻 但终究清醒了过来 看到了许伦我们之前没有看到的真相 我认为 我们当时受到的技术欺压 从这个层面讲更类似于交学费 虽然学费十分昂贵 但我们并非一无所获 我们当前需要做的就是 趁着再次清醒 不予一力地抓住机会 去迅速补上这个被美国人发现 并指出来的短板 守得云开见明月 国内一直在努力 中科院正在加紧研制光刻机等 进军核心领域 芯片大学已建成 正在招揽人才 并和华为海思等高科技企业合作 华为自己的芯片工厂也在筹建当中 各方面丝毫都没有坐以待毙 当前国内比较大的问题在于 市场上的声音过于混乱 国家层面对于半导体行业的支持 其实已经开始启动 在舆论上还存在着许多的杂音 在我看来 国家对半导体行业的支持 并不是只是为了帮助华为 解决芯片生产难的问题 根本在于对于整个5G产业的支持 所以它对于国内许多科技企业来说 都是一次重大的机遇 而华为因为技术领先在当下阶段 反而属于付出较多的企业 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个事实 中国5G的腾飞不能只看华为一家企业 华为也不可能凭借一家之力 将业务布置到半导体相关的每个环节上 因为发展半导体技术受益的 更不是华为一家 所以光刻机企业要给力点 配合国家走高性能光刻机的研发路线 EDA软件企业也要给力点 芯片架构技术研发企业也要给力点 甚至手机企业也应该大力支持 国内企业基础技术的研发 因为以后对于美国的赶超 必然是以集群的模式赶超 用一句话来说 美国是以硅谷众多企业的力量 围剿中国科技 那中国科技也必然要诞生 许多跟硅谷中的那些公司 能相提并论的企业 到时候华为面对的不再是硅谷 而可能是硅谷中的一家公司 比如说苹果 那么中国科技不剩也剩了 幸运的是 中国市场目前存在这样的机会 也有这样的市场容量 以及发展环境 对中国科技企业来说 这绝对是一个好的时代 可能唯一欠缺的 是很古老的一种精神 路慢慢骑修远兮 无将上下而求索 用不着着急 只要方向对 只要持之以恒 并众志成城 我想美国有机会 再经历一次中国速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挪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